去披荆斩棘去找到更好的我 而不是原来 最佳男演员合作群一块回来 有经验有资历 8月18日 第三季披荆斩棘先导片正式播出 节目中 接受采访的林志颖真人首次对外公开去年车祸经历 将车祸严重性向全盘拖出的她瞬间令人心疼不已 林志颖透露自己第一季时就有收到节目邀约 原本计划第二季参加却不料发生了车祸意外 林志颖受伤情况媒体曾进行过公开报道 大家只知道林志颖面部骨折 手臂骨折 先后经历了几次手术 但不曾想林志颖真实受伤情况远比这严重得多 林志颖原话说道 一不小心就半身不随 体重也掉了十几公斤 那的疼痛很难以去形容 你只要没吃止痛药 真的痛到不得了 半身不随这四个字媒体从未曝光过 如今林志颖亲口讲出简直令人震惊 可想而知林志颖伤得有多重 林志颖还透露当时治疗期间 基本上每个小时都会被家人叫起来 因为害怕她意识不清楚出现任何情况 当林志颖讲述身体疼痛时 她双眼闭起眉头紧锁 那颗古明星的疼痛似乎用永远没有办法在她的记忆里抹掉 说着说着林志颖还因此红了眼睛 看的人心疼不已 好在这一切都结束了 林志颖称自己来上节目的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想感谢那些救了自己的人 让她有了再次站上舞台的可能 林志颖出现在披荆斩棘 不仅给观众带来巨大惊喜 也让同场录制节目的哥哥们兴奋不已 见到林志颖时 胡言并激动得就像的小迷弟一样 称林志颖这多年没变 而在看完林志颖的这段采访后 其妻子陈若仪也是感慨不已 陈若仪写道 你知道她经历了这么多 但她依然还你一个笑容 听到胡言斌哥哥说了这么暖心的话 眼眶忍不住失浪 林志颖车祸住院期间 一直都是妻子陈若仪不眠不休地 陪在她身边照顾 更是陪她走过了每一个康复过程 正是因为经历了老公林志颖的所有经历 所以当陈若仪看到林志颖回应车祸细节时 深有体会的她才会情不自已的落泪吧 距离林志颖遭遇车祸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虽然他人现在已经全面复出 但身体仍需要持续复健 而且还伴随有车祸后遗症 导致她与家人间的生活习惯有很多不一样 此前陈若仪就曾分享过 因为身体的原因林志颖不能下水 如今在看林志颖的长文 确实如此 录制披荆斩棘对于经历车祸身体还处于复健期的林志颖来说并不容易 林志颖也自曝家人担心她身体无法附和不让她参加 可即便如此林志颖还是来了 林志颖希望自己能给孩子们做一个好榜样 让孩子们看到坚持到底的精神 因为有孩子需要照顾 所以陈若仪并未陪伴林志颖来大陆工作 前几日 陈若仪还久违分享了一张大儿子Kimi近照 长大后的Kimi变得壮了好多 网友称她很像吴珍宇儿子费曼 在林志颖看来 发生车祸是她万万没想到的 但好在一切都已成为过去 恭喜林志颖劫后重生 也祝福她能顺利成团